大家好老师 现在台股的涨势扩大当中 要来挑战早上的高点 开始买单点火的全资股蛮多的 大力光 3711的日月光头控 都是买单拉高向上的 甚至在2303 晶圆代工二个连电 现在也涨到了今天的高点 37.55块 因为9月份营收即将要公布了 能否还给股价公道呢 甚至在3189的锦硕 是创下了7天来的新高 现在要重新的挑战百元大关了 99块 有没有低档逼转的现象呢 其实今天很多的投资人都在问 今天是不是买股的好良机 毕竟这不是反攻的号角 响起之后 好多的个股比大盘领先 占上越线的 一家美食合同 保龄负景是供涨停的指标 当然也要看今天的台积电的反攻力道 毕竟前波433块 今天能不能站回去 也是一大的观察指标 江浩老师 我们前从这个新闻面 帮大家来左手观察 因为毕竟最近金元代工报价 要不要涨价 传得沸沸扬扬 如果包含了辉达 包含了苹果 说不涨价的话 明年台积电的业绩 要靠什么样的客户来做支撑呢 会不会就是要看特斯拉的大单的 因为原本特斯拉的自驾晶片 都是由三星的7奈米在做的 现在传出说 可能会为台积电的5奈米来制作 而且台积电也预估 说接下来 其实车用的商机 比手机还要来得大 车用IC的市场 商机达到了1350亿元 在2030年的时候 会比手机还要庞大 这就是未来8到10年的商机 而且自驾系统 如果你要到Level 4 Level 5的话 就要用到40颗大量的感测器 要怎么看看台积电今天的 反攻号角 反攻力道呢 好的 再下个礼拜 就是我们这个国庆双死国庆了 那我们台语有一句话 叫做共告马来跨租廊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 那这个主管机关 他已经出手了 这个进控令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先检查 检视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是创下了这个 新低来到了416.5块钱 但是我们很惊讶地发现 外资他只有卖超80张 在上个礼拜五 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上个礼拜五 外资卖超台积电 是11720张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在注意这件事情的 那至于说台积电 这个营收的一个部分 消息面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倒不如去看 它的一个筹码面 为什么台积电会从688 直接刷到了416 因为外资卖下来的 我们坦白讲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只要外资 不要再继续往下刷的时候 其实台积电 不要带头往下刷 其他的股票 其实就像今天一样 活蹦乱跳了 这是我们观察的第一个重点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 如果说真的要去做一个绝地大反攻的话 除了这个台积期 目前已经上涨高达300点以上 这个对空弹来讲的话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伤害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把人气的指标股 也就是IC设计股给带上来 昨天外资 他们虽然没有提款台积电 但是他们毕竟受到了 上个礼拜五 美股市下跌的影响 他们还是持续的在卖股票 所以他昨天卖谁 卖1605的这个华星 1605的华星 他昨天是卖超了高达22000张 那让我比较惊讶的是 他除了卖华星之外 他还卖一档 叫做3443的创意 3443的创意 昨天外资也卖超了1665张 但是很明显的 他今天可能就会认错了 因为今天的一个创意 他反而是带头去做一个反攻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如果真的要去嘎空 也不要说嘎空 把这个盘式做一个有效的止跌的话 人气的IC指标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把人气的指标股 IC设计 把它分成高档跟低档两个部分 高档的部分就是3443的创意 他五周均线的攻防是在578 如果说各位有一天收盘 看到他已经收到上了596的话 那就是他准备要来挑战 这个历史的新高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8040的这个九阳 他是属于网通的IC设计 他的关键是在9月15号 这一根大量的这个高低点的这个防守 这个是属于比较高自带整理的一个部分 那至于低档的IC设计股 目前就非常多了 那我们就举一几档 大家比较有印象的 4966的这个普瑞KY 4966普瑞KY的话 在9月27号这个大量的这个高低点 当成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防守 那另外6104的这个创委 我记得在第二季的时候 那时候这个投信作战的一个风云谷 但是目前他已经跌得稀里哗啦了 那这几天他开始有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我们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 9月6号这个大量的这个高低点 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守关键 那另外呢 在3月那时候市场上非常风云的 有一档股票叫做3006的这个金豪哥 但是呢从3月底之后呢 他一路的往下 一路的往下 投也不回的一路的往下狂杀 杀到了60块钱真的是毫不手软 但是呢这三天他出现了 低档出现了连三红 那3006的金豪哥 也就是市场上大家 都非常觉得看坏的 这个技艺体的一个族群 所以如果说连坠落的一个族群 他都有办法去出现反弹的时候 我觉得大盘要去做一个反攻的一个机会 也蛮有机会的 那3006的一个金豪哥 我觉得20日的均线 或是说各位看的比较长远的 周K的5MA也就是五周的均线 他能够有效的去站上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值得去做一个期待 好 谢谢家豪老师 就看金豪哥今天能否站稳在月线大关呢 因为今天好像有一点突破的讯号 目前在月线之上